男人看到安娜尿出金币 顿时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富二代 而一心解手的安娜却毫不知情 手捧金币的司机立马就不想开车了 抬头一看远处的女人 顿时找到了致富之路 便赶忙来到安娜跟前 表示愿意帮她搬东西 凭借自己三寸不烂之舌 成功把女人给哄上了车 接着又是一顿花言巧语 把女人夸的 咕咚咕咚 把一大桶水给喝了个进光 很快安娜就有了反应 于是赶忙下车去方便 随后便享受着一泄千里 殊不知隔壁小树林 有一对情侣正在打扑克 看到司机拿了个网多下车 紧接着把网多伸入群底 没多久捞出满满一兜子金币 看到司机开心不已的样子 两个人顿时惊呆了 心想如果能得到这个女人 岂不是有了摇钱树 于是两人便爬上了车 准备一路跟着女人 没想到车顶上还坐着一个男人 二话不说便拿出一袋金币 表示自己早就知道 女人会尿金币的事情 所以你们都不要和我抢 不肯善罢甘休 眼看争吵无果 于是女人心生一计 这时安娜又有了尿意 去惊动了车顶的三人 司机怕安娜跑掉 便拿出一只塑料盆 让她就地解决 安娜大骂司机是流氓 便跑下车 没成想刚出狼窝又入狗穴 车顶下来的两个男人 一左一右把女孩团团包围 都争着抢着要把她娶回家 安娜见状直接撒鸭子就跑 三个男人一路追 女孩就一路地跑 螳螂捕产女人在后 于是女人开着大巴车 一路追了过来 随后便示意安娜赶快上车 女孩也没多想直接爬上车 安娜本以为自己得救了 便拎着行李下车往家赶 殊不知还没等她走到家 就被女人一把拦住 女人苦苦哀求 称自己也想拥有她的技能 于是就问安娜 每天都吃的啥 女孩赶忙指向地上的香蕉 女人顿时心领神会 便拿起地上的香蕉哭哧哧 就是一顿狂炫 紧接着又咕咚咕咚 喝下满满一桶水 看得安娜一脸猛逼 很快女人就有了感觉 顿时兴奋不已 一路小跑就去找地方解决 蹲下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便赶忙用手去接 却让女人十分失望 不信邪得她再次伸手 没想到还啪啪打脸 无奈女人问询安娜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没想到安娜直接扯出一袋金币 二话不说就吃了起来 那你们知道 女人拉出来的是什么吗 女孩把绿苹果扎进颜料桶里 苹果瞬间染成红色 这时大客车来了 她把这些苹果拿上车 对大家说要免费赠送 乘客馋的口水流满地 女孩竟然真的免费送给她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已经落入女孩设下的圈套 一听不要钱 所有人全都开心地接过苹果 贪心的乘客甚至要两个 就在女孩沾沾自喜时 有个男人却拒绝了她 安娜瞬间慌了 以为秘密被发现 可闻下并没有意味 于是强行塞进男人手里 大家都想要免费苹果 女孩赶紧给他们发苹果 没想到男人刚想吃 却有一股难闻的味道 随后她把苹果在水里涮了涮 水被染红后 果然发现苹果背后的秘密 发完苹果的女孩 走到座位最后一排 快速拿出一套破衣服换上 又弄脏自己的脸蛋 装成乞丐的模样 看到不远处的警察 她跑过去告诉人家 车上的人吃了她的苹果 却不给钱 警察见女孩十分可怜 于是赶紧追上去 大喊着让司机赶紧停车 上来就问谁 吃了女孩的苹果不给钱 马上过来付款 不然就把你们带走 乘客们全都猛了 刚才送的苹果都吃完了 而他们又拿不出证据 没办法 乘客只能自认倒霉 全都乖乖地掏钱 没想到女孩也是受害者 她刚回家 就看见妈妈跟陌生人抱在一起 等男人走后 妈妈一把夺过女孩装钱的书包 原来女孩所做的一切 都是母亲的教唆 她开心地数着钞票只有两千块 随后斥责她赚得太少 她实在受够了这种日子 看到母亲眼里只有钞票 从来也不关心自己 她气愤地打翻桌子上的盒子 里面却都是贵重首饰 此时女孩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母亲一直告诉她 家里很穷 需要她赚钱还债 于是不想再做骗人的事了 母亲拿起棍子就要揍她 吓得她嗖嗖往前跑 藏在大锅里才躲过一劫 很快母亲和那个男人 就要远走高飞 而女孩毫不知情 还采了几朵野花 想送给母亲求得原谅 看见母亲要走 她赶紧喊住女人 以为要带自己一起 女孩害怕坏了 不管她如何呼喊 母亲还是狠心地离开 如果你遇到这么可怜的女孩 会选择对她好吗 安娜正在健身 不料却被经过的女人狠狠地拍了一巴掌 气愤的安娜立马叫住男人 怒斥她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占自己的便宜 还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开 男人则反驳自己并没有碰她 安娜更加气愤 觉得她敢做不敢当 男人说不信可以问女友小美 并大声呵斥她 赶紧给自己作证 小美低声回答说 没有 借机故意露出手臂的伤痕 而此时的安娜看出了端倪 便询问女人需要帮助吗 男人怒斥安娜 别多管闲事 说吧 并不耐烦地拉着女人迅速离去 一脸无奈的安娜 伸手经意外地摸到身上的纸条 这才意识到 刚才女人果然是在向自己求救 于是赶忙拿起一瓶水叫住男人 为自己刚才鲁莽的言行诚恳道歉 为表示自己的歉意 便要将水送给男人 接着主动地给装进了背包里 却不知安娜趁机取走背包上的钥匙 而此时男人竟毫无察觉 二人转身离开时 安娜暗示女人配合自己 小美也瞬间瞄懂 果然下一秒 男人发现钥匙不见了 便质问是不是女人拿走的 小美解释说 应该是你锻炼的时候弄掉了 于是气愤地对女友说自己去找钥匙 让女人好好待在这里 说完便把小美塞进换衣键里 紧接着关上钢门 并且把门紧紧锁死 而安娜看见返回寻找钥匙的男人 立即假装扭伤肩膀 引起她的注意 可一分钟前还对安娜充满敌意的男人 此刻便本性展露 热情地向女人传授拳击的要点 并贴心地递过拳击手套 要安娜训练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眼看男人上钩 安娜趁热打铁地说自己肩膀疼得厉害 男人见四下无人 怜香惜玉的她赶紧上手帮安娜揉捏起来 此时安娜则不停地夸赞男人 说她手到病除立马就不疼了 甚至还让男人给自己做示范 果然对女人产生了非分之想 对她的要求是有求必应 随后男人来到健身器材旁 早已忘记所在小黑屋里的女友 便坐在上面 开始在女人面前大秀肌肉 安娜一边夸赞男人 一边趁机拿起她的手机 便放在了机器下面 然后说看你能坚持多久 便头也不回地走开 男人气得只能继续保持动作 很快安娜找到小美 并把钥匙交给她 让女人立即离开 还没等二人走出门 竟被男人堵在门口 气愤的她直接摔了手机 准备好好教训安娜 女友赶忙上前阻止 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就在男人准备动手时 安娜戴上一旁的拳击手套 利用男人刚刚教她的动作 一拳将她打晕过去 随后安娜让小美赶快逃离这里 小美则表示自己已经逃了无数次 可每次都没有成功 这次她想把家暴男 给送进去采缝刃机 最后在安娜的帮助下 女人终于获救 女人为了给男友一个惊喜 给七匹狼戴上可爱面具 再给他盖上被子 然后赶紧钻进被窝里 很快男友走进房间 被眼前的一幕 气得手里的花都掉了 然后捡起女人脱掉的衣服 而女人还不知道 因为她的恶作剧将付出惨痛代价 失去理智的男人 说自己也有了三姐 现在就要打电话 让他出来你们认识认识 结果掀开被子发现 所谓的情人竟是个玩具 原来这是女人为她准备的礼物 却意外得知男友有了三姐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对方竟然是自己的闺蜜 不等安娜反应过来 闺蜜直接把手机扔了 此时女人明白了一切 她无法接受两个最信任的人 做出背叛自己的事情 男友劝她冷静下 可以去厨房跟你解释清楚 可在气头上的女人 让闺蜜马上滚出房间 根本不给男友解释的机会 拿起鞋子就走 让人没想到的是 很快安娜便把三哥带回家 陈豪质问她是谁 她故意说成是新男友 两人顿感不妙 害怕他们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果然下一秒就贴在一起 男人赶紧阻止 可安娜为了给男友好看 竟说他们刚在公园吃了叉烧包 陈豪瞬间头都大了 闺蜜也露出担心的表情 然而安娜却越来越得意 大度地让他们在卧室 她和三哥去厨房继续吃 结果下一秒发生意外 厨房里瞬间涌出很多人 竟是俩人的共同好友 此时安娜感觉到不对劲 连忙问男友什么情况 而亲戚朋友的出现 是想祝贺我们 他们从今天早上就站在这里 可谁知安娜背叛了男人 但是没关系 男人祝福他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随后陈豪带着所有朋友去酒吧 庆祝自己恢复单身生活 此时安娜拼命解释 自己和三哥之间只是恶作剧 两人什么都没发生 但已经为时已晚 因为自己的一时任性 却失去最宝贵的爱情 那你觉得女人可怜吗 女人发现顾客头上都是金币 于是起了贪念 趁着顾客接听电话的功夫 直接换成两米长的大剪刀 准备剪下头发 拿走金币 顾客突然大叫一声 还好她只是觉得做得不舒服 换个姿势就好了 安娜准备再次动手 这时突然传来敲门声 女人吓坏了 她说外面是坏人 想要抢走她头上的金币 女人恳求安娜帮她躲起来 危急时刻 她用白布把女人盖住 下一秒男人破门而入 询问头上有金币女人的下落 安娜说没看见 可男人并不想放过她 马上就要掏出工具 安娜吓得瑟瑟发抖 被迫说出女人的位置 诡异的是 凳子上的女人竟然不见了 我的妈呀 难道女人有厉害的超能力 没有得到金币 男人只能去别处寻找 然而更诡异的是 白布下居然有个人 安娜被吓得大声尖叫 小心肝差点都蹦出来了 她终于鼓足勇气 上前夸得掀开白布 而下面并没有人 这诡异的一幕 让女人脸色大变 接着她发现 椅子上有个纸条 写着一个神秘地址 想着马上就能报复 她赶紧带着大剪刀 来到纸条上所说的地址 殊不知 她将付出惨痛代价 突然她被神秘人迷晕 一年后 女人醒来 却看见一个男人 拿着长辫子 不断地摆弄她的脸蛋 吓得她惊慌失措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原来男人之前 让安娜理发 她居然偷偷 把男人留了30年的辫子剪了 害得她 被族人赶出家门 至今都无法踏入家乡半步 顺着男人手指的方向 竟有一个黑袍人 安娜瞬间慌了 她不是消失的女人吗 这时当地的警察出现 原来她接到多方举报 安娜偷剪客人的长发 以此获取暴力 所以女人伪装成顾客 前去安娜店里调查 而她也是一名警察 如今证据却曹 不等安娜反驳 直接被警察逮捕 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所以理发一定要去正规店铺 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